我们继续 有观众反映说 听不太清楚 可能我离这个麦克风 是不是有点远 我们尽量离得近一些 我们今天接着大家一起学吧 早上因为 有别的事情 所以早上没有时间录了 晚上录一点点 大家一起学习一点 我觉得 定我们所能 因为学习的东西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要承认 我们进往主 能学多少 5.2 5.2是policy policy翻译成方针 翻译成很悟空 5.2.1 Establishing the quality policy 建立这个质量方针 The intent of this subclass is to ensure that quality policy is established which aligns with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s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what quality means to itself and for its customers 这个质量方针啊 真的 在实践中啊 实操中啊 我觉得很失败 我觉得ISO也没把这事搞明白 真的说 我也看了一些国外的 就不会一些质量方针杀 好像没有 没有这个写的好的啊 或者说没看到 有写的好的 所以这一条 有点心同虚设 我觉得 从来ISO也没解释清楚 可能这些体验 也没搞明白 那么这个条款的目的啊 就是 要建立这样一个 叫 quality policy啊 这个policy啊 就是我们 对吧 politics啊 什么政策啊 什么这些东西是吧 嗯 建立一个东西啊 就要和组织的这个 战略方向一致 什么事 包括对这个组织 对这个质量的一些理解 其实你看 这个这个还说的挺好 但是有时候 就涉及到战略的问题啊 实际上没说好 能搞明白 嗯 你说ISO这个901 这个东西好不好 肯定挺好 但是呢 嗯 哎 我一直 我一直在想啊 你说这个笔记本电脑 它这个Mac在哪里 我是不是 挡挡住某些地方 挡住他的Mac的 因为我 因为我拿着这个 这个一些这个材料啊 哎 等 等 等那个什么啊 等那个 等 等 录完吧 录完我研究 研究他这个Mac在哪 我下回就 不录的 哎 不挡 是不是在摄像头这 是Mac啊 那我对这个摄像头 讲就完了是吧 我真不知道 他的这个收音的在哪 嗯 嗯 一提到这个战略东西啊 说实话就是 嗯 我有啥数啊 审核员没这个水平啊 对吧 你想 你审核员一个月 也就挣个万八千块钱的 你万八千块钱的人 你你 你让他去天天聊战略 这可能嘛 是吧 那你想想都很好笑的事情 嗯 所以 大部分审核员对这个条款 当然也包括我啊 说实话也理解并不深刻 真的不深刻 这个质量方式是你看最高管理者来 来去用express的啊 去表达的啊 并且要formally 啊 所以这个质量方式啊 一定要形成文件啊 要看到这个文件在哪里 并且是describe the intentions and direction啊 组织的一个目的啊 方向啊 说起来好浪 这个质量分析啊 要事宜啊 事宜什么就支持这个呃 要和组织的发展相事宜 是吧 并且支持组织的战略方向 就说 首先 首先啊 实质求是讲啊 就是 什么叫质量啊 我们可能理解并不深刻 当时我 我在 好多人 真的很搞笑啊 就是 当你是通过考试啊 成为审核员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通过考试啊 别人就会说啊 你只会考试啊 你不会审核 等你审核的时候啊 别人如果说 你只会审核 好不 不理解东西 很搞笑啊 就别人总觉得说 你啥都不会 呃 在我当初考试的时候啊 我研究过 我也研究过问题 这到底什么叫质量 啊 按手其实对质量 也有个定义是吧 我可能 我也记不住啊 可能就那个意思啊 就是 呃 什么雇有的是吧 消费就是客户 需要的 民事的什么的 一组特性啊 所以这个 所谓的质量啊 其实当时我研究了一下 好像说的意思是 呃 肯定是满足 满足顾客啊 或者客户的需求 这样的一些 固有的特性啊 说起来太软了 就是就是客户啊 客户想要查东西 是吧 如果你给他一些东西啊 他感受不到啊 所以他叫不叫质量 是吧 也是个问题 比如说质量的方针啊 就是你到底要让顾客啊 让客户感受到什么东西 是吧 你这样我现在录的东西 做这个事情 是吧 我也肯定有我的一个 所谓的quality policy 是吧 啊 我想展示给大家 就是什么东西 或者我认为 我希望展示给大家 对吧 但是大家对我这个 录这个东西的满意度高低 我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 因为就展望做 都有人不满意 是吧 但我觉得说 呃 这个就跟小孩一样 你给这个糖是吧 谁都满意 但是对他没好处 是吧 等他长大了 就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我 我也不是说那种 说就给大家 天天喂糖吃的人 对不对 你满意不满意 我不可能说 为了让你听得舒服 是吧 所以一些啊 就忽悠你 没什么意思 b 啊 be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setting objectives which means any claims in the quality policy should be measurable 这个质量方式啊 你看 其实这个 这个真的挺好啊 等于先我们都一起 把它好好 好好研究研究啊 你看 这个b说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setting objectives which means any claims in the quality policy should be measurable 质量方针 提供了一个 为设立目标 提供的框架 所以首先说 现在我质量方针 对吧 你到底想要 想要这个 你的客户啊 了解你的什么东西 或者认为 你在哪些方面啊 就质量方面 我们先说质量方面 那质量方面是 你的优势啊 或者你具别于 其他地方的 其他同行 这就是优势 你设定了 这样一个方针之后啊 就为你去做这个 这摄像头啊 我对摄像头好一些啊 哦 我觉得应该是 摄像头旁边 这两个小的 这个 像针孔一样的地方 应该是收音的地方 你质量方针设定了 是吧 那你就 把它再细化成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 一定要可以衡量 measurable C Give a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satisfying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such as customers on statutory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这个质量方针 一定要give a commitment 咱们也说了 这个commitment啊 就是不是说我们汉语意义上的一个程度啊 就是你要去 怎么去把这个整个的你 你要做的一个 这些事情啊 要把它一步步落实下去啊 所以一个质量方针啊 你再我理解看了 你看 首先 你要 适应你组织这个发展方向 发展方针 是吧 然后呢 然后 要么你指定目标 提供一个框架 并且呢 你到底该具体怎么 不是说 当然不一定那么具体啊 就是 怎么去做 怎么要落地 是吧 要有这样一个 commitment 这样的一个可行性的 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们来看 D啊 D D give a commitment D也是 give a commitment Give a commitment to continue improvement over quality management 你看 所以说 好多那个 老外啊 老外会 会在这个质量方针 他们 写的没打骗啊 质量方针 也会 我们去承诺 也不断改进啊 什么事 好像废话一样 所以其实 我对这个质量方针的意思 就是 到底怎么去持续的改进 是吧 你要把它去 写得很 就是很 很明确吧 我觉得是吧 就像是学习一样 谁都说啊 我要学 我要学 我要考 我要考 对不对 或者有些人说 我不考 考完也没用 是不是 考完也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机构啊 找到机构 也没单子省 是吧 有单子省 给的钱也太少 是吧 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这个 怎么去 去commitment to continue improvement 是吧 这是个问题 怎么去让这个 organization satisfying requirements 怎么让这个组织 能够满足需求 这都是在这个质量方针里面 要考虑的问题 是吧 第一个问题 A说的是 这个质量方针 要和组织的发展方向 要相适宜 是吧 B说的是 要被质量目标 提供一个框架 C说的是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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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去 满足这个 客户啊 或者 或者一些 这个法律法律的要求 D说的是 要去持续的改善 是吧 所以一个质量方针 你看要 要 要包括这个几方面 是吧 或者说应该就 就做 做到这么 这么 这么几个方面 所以什么样的质量方针 包括我们去考这个 做的什么样考试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个质量方针 是吧 那我们什么样的质量方针 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你像我们一次考五课 是吧 我们的质量方针就是 怎么说呢 那我们也搞个质量方针 就是一次过五课 对不对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成目标还是方针 对不对 我们叫高效通过 高效的一次过 我们叫高效通过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quality policy inputs such as the following can be considering 就是你为了建立一下质量方针 你要考虑到有些inputs 说明那些动向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act of the organization include the current performance of its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its relevant interested parties 这个就不用说了 是吧 因为设立质量方针 你必须要考虑到 你的任外部环境 就像我们说的 好多人老说考东西没有用 是吧 还是一句话 这个行业 我看了一下 去年国内 我们说国内 国内认证行业 比前一年 应该是增长了22% 总的营收 是吧 认证机构也增加了10% 10% 审核员队伍呢 也增加了10% 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行业 如果说它的年增长率 能达到10%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什么概念 对吧 中国经济 增速 我们说的 上10% 没多少年吧 我没记错 现在肯定是上不了 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行业还能10%的增长 对吧 你说这个行业还挣不到钱呢 你去别的行业看看 当然你看你要 你通过一个考试 或者就想挣多少多少钱 不限制 没码就不要自己骗自己 限制一些 限制一些 没坏处 你说你还学了10年2年 或者努力了10年2年 还挣不到钱 那可能是 但是 如果你也没有努力 或者努力的方向不对 或者方式方法不对 就怨天尤人 就有点说不过去 你自己学没学 你自己清楚 还那句话 好像说这个行业没有实习的 挣不着钱 对吧 反正你这么考试都考了3.5年 能挣到你身前 讲这个道路吧 这是组织的阻力方向 是吧 这些战略方向肯定是 基因是Mission, Vision, Mission, Vision,这两个基本关键也没多少人都搞明白,Mission, Vision, 愿景,使命和愿景,Mission, Mission, 使命, Vision, Vision, 一些愿景,Mission 和 Vision 的区别,挺有意思的。 如果改信的话,你就说一说,Mission 和 Vision, Guiding Principles and Core Values, 一些核心价值 The level and the type of future improvements needed for an organization to be successful 就是为了将来你去improvements 一些level and type 一些改进的一些所需要的东西 The expanded degree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就是客户客户满意的程度预期的程度是吧 他如果对你的要求特别高 那你质量可能就要更好一些 谈来这情况吧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meet the intended results Resources needed to meet the intended results 为了实现预期的这个想要的结果 你这个resources needed 需要这些资源 Reportense contributions of relevant interested parties 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的潜在的一些contributions 潜在的一些贡献 其实这个质量方针的一个设立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们大部分 因为同样是生产 我们说生产的笔记本 或者生产手机的 他肯定他的质量方针上 当然可能都写的质量第一啊什么 但是他们在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不一样的 是吧 那否则的话就无法区分 就两个电脑或者两个手机 他们一定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 有可能意识到了 没有把它表现那么清楚 就跟人一样 同样是一次考这个 什么样考试呢 有人选择一次考五颗 有人选择一次考三颗 有人选择一次考两颗考一颗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其实是一个质量的方针 就你的这个考虑了内外部的环境之后 考虑了一些利益相关方了 对吧 然后你 其实我们一个考试的过程 被考的过程 就是一个质量管理体 进而立和实施的过程 我一直跟学院也讲 说如果你考完这个试 或者学完这个东西 好像对自己的工作生活 没什么帮助 那么说明这个管理体 就很失败 这个902 你就可以把它扔到垃圾桶了 因为对里面有个帮助 是吧 你就已经变成两张皮 我们老说 企业和管理体两张皮 两张皮也是 如果一个审核员 他学了这个质量管理体之后 对自己的工作 对自己的生活 我们先说工作吧 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状态的提升 没有帮助的话 那这个审核一定是不合格的 不称职的 对吧 十年还是 说个暴力话 十年你还是挣这点钱 说明 说明你就 你做这个审核就 不说不合格吧 就算 咋说呢 你自己都通不过这个901的认证 假如901能认证个人了 就是不合格产品 或者就是不合格产品怎么说呢 不合格产品应该后面有话 当学到不合格产品再说 就是概念 所以说大家不要抱怨 包括说这个 不要抱怨的考证 学了质量管理体系 都不知道怎么学习 都不知道怎么学习 怎么背考 差点意思 行吧 我们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下 明天吧 明天我们在研究研究这个 communicating quality policy 5.3 5.3 no role is possibility and authority 组织的角色 职责 还有权限 权限 责任 作用 肉 肉就是角色 pollipot 与是 possibility 翻译成啥 你的这个责任 对呗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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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别是用这种去 这些词啊 翻成中文真的很拷扣 但是你看英文呢 你可能就能够大概理解 它代表什么意思 当你翻成中文 哎 让我找个最近词 这样的 好吧 明天吧 明天我们再 再研究研究这个 5.2.2和5.3 来就这样 我们今天因为我也 做了 做两三个小时 第六章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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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好吧 大概就行了 后边是我的联系方式 有需要一次 好过5课的 你可以联系我啊 好久也没有更新 这个招生的这个 这个视频了 所以那个 今天也做一下更新 我记得从上回考试 出了成绩之后 我也没有时间更新啊 今天正好有点时间 跟大家去聊聊我们这个课程吧 我们的课程啊 经历了大概是三次四次吧 四次这样的改版 或者说改进 所以我们课程是不断的在 在PTC循环 不断的在这个 分享管理的基础上 不断的在这个 过程管控的这个 基础上 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进步啊 我也说啊 这个课程目前发展到现在啊 就是当然这次考试 我们应该用的是第四代啊 第四代的课程体系 但是我计划从那个 下次啊 就12月份考试这次啊 就把它全面的再 再转移到这个 第五代的一个课程平台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 一个数字的改变啊 这不是啊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太简单了 那我就 八九十十一十二 就像小学生读书一样 读就完了吗 是吧 不是这样的 我们第五代的课程啊 是这样的 再给大家去回顾一下 第一代到第五代的 升级的过程 第一代的课程啊 就是现在大家 就是这些老师 都在用的课程啊 就像教学学生一样 是吧 我给大家过一下标准 是吧 再领一些这个题出来 再给你讲一讲一讲一讲 反正讲的也不会 听的也不会明白 反正糊弄糊弄就过了 是吧 时间就 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代的课程 那么第二代的课程 就是我们最早用的方法 就是把管理体系的一些 思维思想 我们把它应用到了 这个课程中去的 把管理体系的 最重要的过程 思维的一些 管控的一些方法 用到了这个课程的 这个整个的进度中去 当然效果也非常好 那么第三代的课程啊 我们其实就是把项目管理 因为 在做第二代的课程程啊 我就提出了 说要一次过五课 一次过五课 这样的一个说法 包括我们课程 也是这样的目标 那么第二代的课程啊 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提出 说我们要非常高效的过啊 我们当时只是提出 我们要过啊 要过 但是在第三代的课程里边 我们就非常明确的提出 我们要高效啊 要速度快啊 效率高 对吧 要花的复习时间短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管理的 一些思维 一些方法啊 就又引入到了 我们这个课程中去啊 这是第三代的课程 那么从这次考试 我们全面都用第四代的课程啊 所谓第四代课程 就是我们把课程 因为我们现在只遭受一次 考五课的学院啊 所以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 呃 五课的学习内容啊 五课的知识啊 把它融合在一个课里讲 是吧 就这 比如说这一个小时 可能我在讲这个 合格评定的时候 我要把一些标准的一些思想啊 把一些关系体系的思想 把一些审核的事情啊 都讲进来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五课 其实有好多相通的地方啊 包括考试的题目 都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或者说在这个课目里考 在别的课目里考 啊 所以这样的作用 最大的好处就是 课程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帮你更大的 解决时间嘛 没有必要说 重复的东西 没有必要就重复来 重复去了 是吧 重点东西 我们就多去强调 是吧 就是概念 所以这次考试 我们就算 2024年2 8月份 8月份的考试 我们全面的在这个 第四代的平台上 去运行这个课程 那么为什么现在 现在我们叫可持续的一次 过50个课程 其实我的计划 是在下次吧 12月份的课程里 我们再把一些 可持续的一些思想 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如果你发现一个老师 他没什么新东西 是吧 每回孩子这样玩 就不用跟他学了 是吧 因为肯定落后了 所谓可持续的一次 过50个课程 就是在我的理解 就是确实我也发现 就是包括我们的学员也有 包括大多数的 现在在从业的审核 因为我现在在做审核员嘛 好多人就是 考过了考试 做了审核员 基本就躺平了 也缺乏这种学习的动力 或者说 再继续前进的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采取可持续的一次过 我的课程 更多是要在这个过程中 就带领大家 或者和大家一起 把我们的职业生涯 把我们的整个的 审核员的这个道路 越走越宽 因为有些人也说 我考过了试 好像还能找不到机构 怎么怎么样 是吧 充满了悲观 当然我不是说 这种悲观不正常 因为每个人总会遇到 这样那样的事情 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 是吧 这是正常的 我们要理解 每个人不可能 谁都是一路高歌了 是吧 一般分数 那不可能 不可能是这样 事实上也不可能 存在这样的事情 所以总会在人生的某些阶段 遇到挫折 遇到一些 挫败感 是吧 但是我们遇到挫折 遇到挫败感 不是说停滞不前 偏忧人 是吧 也不是把责任 吃到别人身上 当然有些问题 确实是别人造成 是吧 但是解决问题 还在靠我们自己 因为别人没有义务 也没有 有的是没有义务 有的是没有能力 有的是没有想法 有的是故意 不帮你解决 什么事 想看笑话 什么样的人都有 当然也有说好人 当然好人不正常 是吧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 就不应该存在好人 是吧 因为好人的付出 他要有回报 是吧 他没有回报有什么意义 是吧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第五代的 课程会把这个 可持续的这种 思维思想 就把它灌上进去 当然这次我们 因为在 要去用 第四代的平台 再去用 用紧这个课程 但是我们也会把 这些可持续的一些思想 把它融到我们课程 有信东西 我们就拿来就用 你也不一定 非要去等到 下来课程 就完全再去切换 所以我们一点点 就把思想渗透进来 所以这也是我做的 这个地步代课程 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概就是这个思路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认为说 只要说 首先你要有个想法 只要这个想法 你非常的高 其他的事情 都是比较简单 如果你只是讲 我这次考个一科 两科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考个 三科四科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过五科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快速 过五科就行了 这样的话 你永远永远 走在别人的后头 走在别人的后头 就意味着被淘汰 就是落后 落后就意味着挨打 为什么讲这个道理 这个社会就这么残酷 这就是社会的板子 也谈不上残酷 优胜劣态 是吧 我们学过达尔文的 进化论文 不满足这个社会 主要求的这些需求 就会淘汰 很正常 大家有一样 我也一样 所以我们课程 要不断地去改进 不断地去提升 不断地把一些 对新的思维思想 给我们课程过去 就是这样的道理 还是这句话吧 就是成年人 我也知道 没有办法去教育 只能去选择 所以我们是选择 一些自同道合的学员 是吧 我们一起前进 就这个道理 我们指导说 因为从第一次 从这次考试 从2024年第二次考试 我们指导说 一次考五课的学员 所以如果说 有一次想要过五课 这样的想法 就报名课程 如果你只是考一课两课 那就不要来找我 我们没有单课的课程 毕竟我们课程 只有在线的课程 当然在线课程 这有录播回放 但是我们不卖录像 不卖录像 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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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